嗨 大家好 我是Sherry 目前我在Coffee Lovers Planet的信族巨城店服務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想要比賽的話 你要如何準備這些比賽 那首先就是 比賽的規則規章一定要看清楚 規則規章就是我們在衝組賽的時候會有分為兩類 一個就是指定衝組 另外一個就是自選衝組 那你必須要完整的看完 指定衝組它的規章裡面有說了什麼 然後跟不能做些什麼 還有自選衝組你必須也要了解清楚 裡面的遊戲規則到底怎麼說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先擬定你的衝組策略 因為這些衝組策略呢 必須要不是只有專一於一個豆子 是可以專一於好幾種豆子 也會希望你可以之後把你這個衝組方式 帶給你的客人 以這種想法出發為目的 再來就是挑選適合你自己的磨豆機 然後還有你的豆子 豆子的部分呢 就是你必須要跟可能很多個生豆商合作 或是有認識一些長跑產去的人 請他們提供一些建議 來源會比較豐富 最重要的是 比賽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的 重點是整個團隊必須要 互相幫忙去合作 有一些人可以負責烘豆 有一些人負責清潔整理 有一些人負責比賽前置作業 所以你的團隊必須要可以跟你很密切的默契 所以在先前準備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跟他們有良好的互動 這樣子在上場的那一刻就會有很好的速度跟表現 就不會影響你比賽的心情 來到現實面的部分呢 就是晶圓必須需要有一些資金的部分 錢大部分都是在豆子跟器材 會需要花比較多的晶圓的部分 所以還是要依照自身的狀況 來去評量你可以到達哪邊 我自己本身因為是在店鋪工作 所以我平常都是店鋪下班之後 我都會去練習 然後因為我本身在新竹 所以我都會去就是來台北這邊練習 之後再搭最後一班的高鐵回家 然後隔天再繼續新竹的店鋪工作 這樣子 就是還是依照自己的體力的狀況 去衡量你自己每天要練習多少個小時 像我平常如果有工作的話 我就是練習時間差不多是五個小時 如果是休假的話 我就是大概十個小時左右 就是看你給你自己設定的範圍 跟研究的目標在哪裡 對 那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你會需要有很多很多的實驗 跟很多很多的研究 然後依照你自己訂出來的充足參數 再下去做一些實驗跟研究 要去了解它裡面 有沒有一些Bug 是你沒有辦法 在第一次或第二次的實驗中會出現的 你可能要充足很多次很多次之後 它就會 它才會出現 那這個問題呢 就是你必須要花一點時間去解決 這個充足參數才會是 在你的比賽上面 很好應用的 那如果大家還有興趣 想要聽更多的話 歡迎來 Coffee Lovers Planet新竹店找我喔 那我們今天的硬拍90秒就到這邊 掰掰